另外到秋冬季节 当然还有一些哮喘 呼吸系统的疾病 大家也应该重视 其实这个时候转季 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 气温突然间罩降 温差又大 所以有时血管收缩 收缩抗张都会有点 变得很突然 不是不正确 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是 血脂少少升高的话 那我需要不需要吃钢压药呢 这个要问问 李教授 血脂轻微的增高 你首先要判断 是不是真的高 我们在化验的时候 尤其是肝油三脂 需要大家速食三天 速食三天 这么严重 要速食三天以后 然后再去抽血 看自己的血脂 是否是真的增高 就如果你已经速食了三天以后 发现它还是高的 还是高 这个时候 那就证明含量很高 就需要我们在饮食和治疗上 进行干预了 在秋天进补的时候 肯定要进入肉食 或者海鲜类的饮食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 大家说血脂轻度增高的时候 能不能进步呢 其实这个血脂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单纯的胆固醇增高 有甘油三脂增高 有低密度质蛋白增高 为了防止高血压病 或者是动脉硬化 它引起的其他疾病 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控制 自己的什么呀 胆固醇的摄入量 摄入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 秋天进步的时候 如果你血脂轻微的增高 比如像肝油三脂 你超过了3.6 3.6毫米 你胆固醇超过了5.6毫米 你的低密度质蛋白 超过了2.3毫米 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进行干预 首先干预怎么样 需要饮食干预 怎么样 就要控制 尽量少净 含胆固醇高的这种饮食 那就叫它全吃素就完了吗 也不会 它需要一个均衡饮食 很多食物里面 胆固醇是比较低的 比如像鲍鱼 它的胆固醇含量就相当低 好贵 所以是可以吃的 除了鲍鱼 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吃 其实我也想问教授 因为我们 吃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有时真的 一游我们都会看到它有没有问题 但是真正如果它爆香了 吃下去 有时很难去分辨到的 用蒜头 是不是灑水油很难解释 所以变成了这个和刚才说的血脂 那个相关联的关系 医学上 教授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 其实那些地高用 它不仅仅说动物油含量高 而是在里面有很多 不利于健康那种化学成分存在 胶油类的东西在存在 它如果长时间吃的话 可以引起什么呢 引起一些体质内的改变 比如有些恶性肿瘤像食道癌啊 都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甚至我们现在目前 可能一些乳腺癌 可能给饮食 或者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 也有关系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所以就是吃呢 比如好像一个橄榄油啊 这些这样就会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假如你是有高脂血症 或者有这种家族史的病人 或者这种群体 我们建议在浸油的时候 用什么尽量吃植物油 比如我们国内的经常有花生油 有菜籽油 现在又高级一点有茶油 进口的油 橄榄油 所以建议大家 有些也在吃豆油 是吧 都可以用植物油 少用动物油 除了这个血脂膏啊 三脂膏等等这些现象 其实秋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血糖的问题 有很多朋友到这个时候 可能会血糖飙升啊 或者血糖指数不正常啊 那么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那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需不需要吃一些钢糖药呢 这个要辨证地看 其实血糖呢 是我们供应人体能量的 第一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能量 是靠葡萄糖来供应的 供应的 这在生理上 血糖增高 这个有生理性的 有病理性的 很多 就比如我们紧张的时候 血糖会增高的 血糖会增高 所以这是一个生理性的增高 那如果长期在舞台上 大家不要担心 那如果长期在舞台上 不要担心 是表演的 他们尿病的几率 会不会比特别高 没问题 就他那时候是增高的 但是等他表演完 回来以后 因为他出了一身汗 因为消耗了很多能量 他的血糖可能 到时候还会偏低 所以大家在这个生理性的 不要担心 就要一定血糖高 一定要饮食治疗 饮食治疗 这个时候大家呢 就说要注意 就是说不一定血糖高 就必须吃药 必须吃药 你比如生理性的增高 这个经过你的运动 经过你的饮水 或者经过你饮食调节 休息以后 他的血糖就会转弯正常 但是如果你经常化验 你的血糖是超标的话 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 这是一个指标 就要看看自己的家族 你的这个家族里面 你的父母 爷爷奶奶 他有没有糖尿病 的这种病史 如果有 那就自己 就要在饮食上控制 怎么控制 当然是少吃 这些甜类的东西 但是关键 跟甜的东西没关系 吃怎么样 大家不要吃太饱 六到七分饱 就可以什么呀 控制你的血糖 所以在饮食上要注意 不吃饱 因为教授我 就比较喜欢吃甜食 刚才都说 秋冬我养生的时候 喜欢炖冰糖 雪尼雪尼 但我们家人 是有些人 他没有糖尿病 但血糖轻轻有些偏高 那么他又适不适合吃呢 我们建议 如果你血糖偏高 如果有家族食的话 这种甜食 还是尽量地少吃 为什么呀 你吃了甜食以后 吸收到血液里边 它可以引起血糖增高的 加重你的什么呀 一线的这种负担 在加重的时候 当你一线承受不了的时候 就发展为糖尿病 爆灯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果糖 会不会好一些呢 就是水果里面的糖分 对 因为果糖最终 它都是要分解成葡萄糖 其实我们糖里有单糖 有多糖 有淀粉 有葡萄糖 但是我们人能够用的 就是葡萄糖 就是葡萄糖 所以有些果糖 比如像荔枝 这里面还有果糖 它不引起 不会加重你的血清里面的 葡萄糖增高 可以吃一点 食量地吃一点 所以说 我们吃水果的时候 可以吃一点 比如像雪梨呀 苹果呀 刚才说的这个奇异果呀 是吧 它都是大量的维生素多 含糖量相对比较低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这样 吃这样的食物 这一类水果 在秋冬季节 中老年朋友 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要重点防止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基础疾病 因此有三高的人群 要特别注意 控制胆固醇的涉入 尽量选择食用植物油 尽量小食甜食 接着又是健康知识 考虑你的环节了 请问以下哪些食物 会含胆固醇呢 A.虾米 B.鱿鱼肝 C.鱼子 D.蟹黄 E.甘蔗 F.香蕉 A.B.C.D含胆固醇高 A.B.C.D.应该是… A.B.C.D. 但当中的鱼子会高 鱼子也会高 鱼子最厉害 鱼子最厉害 但虾米也会胆固醇高吗 应该也有 会的 虾米海鲜 它不是… 鱼鱼肝比虾米更厉害 鱼子更比鱼鱼肝更厉害 蟹黄应该也很厉害 蟹黄更比鱼子更厉害 三位嘉宾难得意见一致都说 A.B.C.D.是比较高的 对吗 究竟哪些食物符含胆固醇呢 在秋冬季节 有什么我们平时经常吃的食物 多吃了会不健康呢 下一节回来,李健均主任 跟我们讲中医养生实用知识 并续一揭晓秋冬养生的 另外四个重点 内容精彩,马上回来 妈妈,我要吃好吃的 妈妈用健达吃宝宝 丰富欧洲奶制品 八条包含一杯牛奶 绝大部分营养素 健达巧克力 小朋友喜欢,妈妈放心 先穿着用心碍 妈咪宝贝 软软的,很舒服 围着嫩嫩的肌肤 妈咪宝贝,温柔面泡誕生 温柔温柔,思心厚 很开心 妈咪宝贝,温柔面泡 不用美容手段 我要一晚睡会年轻 巴黎欧莱雅光学乱肤面网蚌上 平西文,乱肤质 紧实肌腐 光学乱肤面网蚌上 昔夜光学乱肤,谁都爱 三位嘉宾认为 虾米、鱿鱼干、鱼子、蟹黄 都是胆固醇偏高的食物 那究竟对不对 非常准确 其实在这里 刚才庄程哥说了鱼子 含量是相当高 其实大家还要引起警惕就是鱿鱼干 鱿鱼干在所有的海鲜和肉类里面 它的胆固醇含量 比我们普通的肉食要高7到8倍 那我想问一下教授 ABCD到底哪一个是最高的呢 应该鱿鱼干最高 第二个鱼子 第三个蟹黄 第四个虾米 应该这样最高 不过在这儿纠正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胆固醇是人体所必须的 我们的很多激素 我们的细胞膜 它的合成 胆固醇是一个必须成分 所以只不过胆固醇增高 是因为我们的肝脏的代谢 或者你的体力运动 或者你的饮食肾痕 所导致的营养过剩 导致的一种现象 所以大家不要是因为说胆固醇 谈到胆固醇 就怕吃胆固醇这一类食物 比如像女孩子 就是需要吃 你的雌激素 很多都是需要胆固醇来合成的 如果是三脂膏那些 其实在胆固醇含量方面的血液 又应该怎么去掌握 因为刚才所说 人体是都需要胆固醇的 三脂膏 我再吸 岂不是就 三脂膏 我们说如果你的血脂胆固醇 高于5.6个毫米 这个时候在6.3以下的话 不需要药物干预的 第一个 你就少进行这种 喊胆固醇高的这种食物 第二靠你运动 通过运动 怎么样 可以消耗你的这种能量 可以消耗血脂 因为脂肪它也是我们 第二能量代谢 能量代谢的这种原料 脂肪 所以你经过运动以后 血脂也可以下降 好了 刚才讲了第一点 关于胆固醇和血糖方面 那我们看看今天 我们教授讲的第二个重点 又是什么呢 到了秋冬天的时候 这个中风或者急性的心肌梗散 它发病率一下子就增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现 它的中风先兆 怎么发现呢 一般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大家可以观察老年人的 精神和神志的改变 很多在中风的时候 病人会出现什么呀 老年人突然这两天 怎么样 意识不是很清楚 有时候经常忘记东西 第二个呢 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会说错话 比如要吃 刚才我们说要吃大闸蟹 现在 但是他就可能说 是不是要吃一个虾 要吃虾 怎么样 他的记忆就发生一个错乱 发生错乱 第一个 他的精神和思维 会出现一个迟钝 或者混乱的现象 大家要注意了 第二个呢 注意老人家的这种 动态 动态 本身他挺喜欢运动的 一个老人家 经常起得早 但突然这几天怎么样 不想动了 不想动 赖床 觉得什么呀 一起床觉得头昏昏的 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 会不会有中风的趋势 第三个呢 会他一些感觉异常 有些老人家 说我这两天没什么事情 一到这个秋冬天 怎么会他手脚发麻呀 尤其一侧肢体的发麻 意思 比如一个手发麻 脚发麻 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小心了 为什么呀 这个可能有小的血栓 已经形成了 对于家企当中 就是马一同辈或者长辈 出现这种精神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病人发生中风以后 大家要注重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 病人发生中风了 不要在床上移动它 最好就是平握 第二个也不要就是 因为看病人意识不太清楚 就要大声地去喊它 去摇它的头 为什么 不要去这样去做 为什么可以加重它的病情 比如是脑出血 你这时候精神刺激 然后你的体位变动 这个时候可以引起什么 引起它的家众出血情况 所以要注意 然后马上要联系120 送到医院 要平稳地用担架把它抬过去 不要又背起来 又上楼下楼这样子颠簸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其实对于中风 或者是中风先兆的病人 还是有很多处理的技巧和知识 希望看我们这期节目 无论你是老 幼 都要记住 因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防身宝 是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的题版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 生活方式管理是什么 就是从衣食住行 简单地说 比如像高脂血症 高血压 我们就说什么 糖尿病 就是要管住嘴 迈开腿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生活方式就是什么 要合理的饮食 然后注重运动 这就是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怎么样的配比 才算是一个合理的饮食 比如你要碳水化合物 在50%到60% 然后你的这种脂肪 这一类大概在20%左右 然后你的蛋白 大概15%左右 15到20就可以了 这种比例 这种饮食比例 那如果转化成食物的话 更好理解 食物的话 比如像我们说 碳水化合物 就像我们这五菇杂粮 这些水果都可以了 像脂肪 脂肪类比较高的 像一些豆类 肉类都可以 蛋白 蛋白我们肉类 鸡蛋 这些都是蛋白比较高的 但是蛋白的含量 是跟你体重有关系的 我们每天 一般根据你的体重 每公斤体重 一克蛋白是你正常的生理需要量 比如我70公斤 那我每天的基本的蛋白需要量 是70克 如果换成瘦肉的话 大概一两半 一两半左右 除了刚才我们的李教授说的那些 好像抗物质 是不是都要注意这个洩入呢 洩入量呢 对 我们目前说大家血压增高 实际上是什么呀 不是说我们的 含的矿物质太高了 主要是中国人什么呀 吃盐吃得太多 我们中国人规定的 最低个上限 我们吃盐 是7到9克 中国人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更低 4.5到5克 吃一个人一天的 氯化钠的含量 这什么概念呢 4.5克 就是我们一个啤酒瓶盖 你挖一勺盐 然后把它搞平 那就是你一天的静盐的量 你说一天 一道菜的含量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一桌子都是 一个人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就是已经完全足够你的生理需要量了 所以我们除了 就是我们不吃那么多盐之外 那个甲啊味啊 钙这些都是要多一些 对 这个是微量元素 是必须的 必须我们每天要补充 如果你不补充 它就随着你的尿液 汗液就排泄出去了 秋冬阳生重点管理好生活方式 要合理饮食 注意运动 多吃五谷杂粮 蔬菜水果 适当地摄入蛋白质 维生素 或物质等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量 接着考大家调炼先题 请为以下三组食物选择相对应的矿物质 三位嘉宾认为 菠菜、西兰花、芥菜是含盖较多的食物 白菜、芝麻酱、花生仁是含盖较多的食物 紫菜、木耳、蘑菇是含盖较多的食物 那究竟答案是否合适 立即请你主任帮大家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紫菜、木耳、蘑菇 刚才我们装成哥马上说这个含甲很高 是吧 紫菜 芝麻酱 这个果类 坚果类 怎么样 含这个盖就比较多一点 然后菠菜、西兰花、芥菜呢 含美就多一点 就这样子对过去就感觉好 所以说是这样子 实际上这些矿物质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正常的蔬菜和水果就可以补够的 但是对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和高血脂的病人 它这个什么呀 它的和糖尿病的病人 它这些微量元素的损耗和流失 比别人要多一点 你的甲、钙、酶、酶 比别人的损耗要多 比别人的损耗要多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的时候 要注意适量的 比正常的人多尽一些 含这些微量元素的这些食物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 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 比如一些煤、骨质 它的能量代谢过程的这种催化剂 是需要靠这些微量元素的 所以希望大家 在有这类疾病的病人 或者有这种趋势 或者亚健康的患者 要注重吃这一类食物 我想问一下老人家 在秋冬季的时候 每天应该试入多少的微量 我们一般情况下 人的甲的需要量 是1.6到2.0的一个毫克 其实我们一个人 正常人的话 大概一个甲需要每天的损耗量 大概是3克左右 如果像一个紫菜 木耳蘑菇的话 大概需要1两左右 尤其木耳1两左右 蘑菇1两左右 已经完全足够了 完全足够了 我们美的生理需要量 每天大概350毫克左右 所以芥菜呀 菠菜呀 大概1两左右 就足够了 说到钙 钙呢 在这个不同的阶段 男性和女性不一样 不一样 一般女性呢 大概是在每天 每天我们需要1克 叫1000毫克 男性呢 就是1500毫克 1500毫克 所以大家现在经常补钙片 补钙片 0.5克 是吧 0.5克 大家吃两片 也已经足够了 明白 通过李教授的介绍 其实我们大家对于 一些食物 特别是我们一些抗物质的吸收 有个清晰的了解 好了 事不宜事 我们立刻看看 我们要注意的第四个重点先 辩证进步 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 来分别 或者自己的疾病 来辩证进步 辩证进食 辩证用药 那如果是心火呀 肝火比较旺的这种类型 应该是吃些什么食物呢 心肝火旺呢 这个是我们要吃一些苦味的食材 比如像芹菜呀 苦瓜呀 以及我们的叫糖蒿啊 这些食材可以平降新火和干火 另外还可以吃一些苹果 雪梨 莲子 来怎么样 降新火 来平干 还有就是柠檬现在很多人喜欢冲水喝 其实这个食物对心肝火旺有没有帮助呢 有关系的 其实柠檬呢 它本身是一个酸而色的 它可以什么呀 自干阴 降干火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是有高血压 有心肝火旺的 每天早晨泡一杯柠檬水 也是非常有益的 加上蜜糖会不会更好呢 OK 更好 所以我们叫这个酸肝养阴 你得到了我们中医养阴的真谛了 那如果是那个肝肾阴虚的体质 那又应该怎么进步 如果是肝肾阴虚的话 我们就说什么 肾精不足 肾阴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在进食的时候 可以吃一些滋补类的 比如像一些熟地呀 构旗子呀 桑祭生呀 这些东西 甚至核手物 桑肾 桑肾可以 滋补肝阴的这些水果 可以滋补肝阴 补肾阴 另外呢 冬天的时候 也可以 比如老年人 可以买点鳄椒 鹿角椒 他们已经治好的 大家可以什么 炖汤啊 如果心肥两窥 又是加上高血压的话 那应该怎么可以 究竟心肥两窥的高血压患者 应该怎么调养呢 秋冬天气寒冷 浸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那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人 可否浸脚呢 高血压患者服用左骨丸和手污片 可否降压降火呢 下一节回来 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 内容实用 不用错过 我要令时间在面上 调转离行 年龄根本没问题 奇迹来自 欧丽明星大红瓶 一瓶满载美机 新生能量 特有Supercell元气細胞 逆灵科技 肌腹细化 紧致 负担力 四周挑战逆转 十年机灵 欧丽时光礼盒 采用斯华洛世奇元素 逆灵奇迹 你最好的礼物 欧丽最美的你 全新好食真纹巧克力 送给特别的朋友 浓醇巧克力 与柔滑软心 包裹整颗香烤真人 美味也要送自己 好食真纹巧克力 真滋味 真心意 吃在广东 所以很多广东人呢 因为吃呢 导致了脾味虚弱 所以说广东湿气重 其实不是湿气重 是因为你脾气过于虚弱了 不能化湿所引起的 所以这一类病人非常多见的 如果这一类的高血脂高血压病人 我们大家其实经常知道 用点北齐啊 北齐 但是我们北齐在这儿 要提示大家用什么 北齐要用量要大一点 就是比如你是个气虚的高血压 偏气虚的 所以你的用量要大于30克以上 30到60克 这个时候你去煲汤呢 喝的时候它是降压的 如果你北齐用了10克 放了两片 你吃了以后 它的血压是升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相反呢 没有 这就是中药的 一个双向调整作用 所以它的大剂量是降压 小剂量是升压 所以大家在 尤其心脾两须的病人 如果用北齐煲汤 一定要用什么 大量 用大剂量 如果高血压了病人 气血两窥的 比如像失眠 多梦 然后不想吃饭 就是没有胃口 然后大便又烂的 这里病人就可以吃龟皮糖 龟皮丸 可以买龟皮丸 龟皮丸建议大家什么 早晨吃 早晨吃 既可以补气 又可以养血 早晨吃 OK 没错了 可以说我们用药 都是要非常讲究 特别是中药 你用多用少 效果可能刚刚相反 我们今天只是讲到三种类型 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 最好还是找专业的医师去把下脈 不要自己乱估 那个当然了 好了 立即来看看我们第五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喜闻乐见的 这个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你在治疗的时候是要三分毒 所以大家在治疗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什么健康的或者很自然的这种疗法来帮助自己的疾病 帮助自己的疾病的一个康复 所以说什么呀 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说尽量的要遵循自然 要遵循自然方法 那李教授你说到我们要用自然的方法以后食疗了 食物可以降压了 现在这样的话 对 我们自然疗法包括非常多 第一个当然从医师 你的食疗 这是一种 还有开场白 我们唱音乐 音乐治疗也可以降压 也可以降糖 那其实除了食物跟我们要提升心情之外的 还有其他的自然疗法吗 还有一些比如像气功 然后太极拳 按摩 体育锻炼 然后你的按摩也是非常好 关键是要别人帮助你做 所以大概我们都需要自己能做到的这些事情是最好的 除了这些之外 不知道今天教授有没有带一些食疗方或者茶方 可以推荐给我们降压的呢 好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说降压 既可以滋阴又可以降压的 就是可以拿两条海参 拿两条海参 用泡好发好以后 然后用10克下枯草 下枯草 包水 先把水包好以后 然后用水再包 再去炖海参 炖海参 这个时候也可以 再说这时候炖的时候 可以加一个红枣 加上什么 十几个构旗子 放进去 轻炖海参 炖上大概需要40分钟吧 我觉得这个海参 最少要40分钟 炖好以后 大家把这个枣 构旗子和海参一块吃掉 既可以降压 又可以什么 又可以补饮 又可以补饮 所以对高血压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 如果觉得它味道不顾的话 如果加一点那种 像炖那个树入水那种 加点肉进去 会不会干扰到它的 那不是又咸又甜咯 不会 不会干扰到它 如果觉得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点 稍微加一小片半片当归进去 它那个腥味就去掉了 就是你们会经常用到的吧 对 那是晚上吃还是什么呢 红枣枸杞三样 夏枯草 要用夏枯草的水 要包夏枯草的水 再去炖海参去 这样子 是晚上吃还是早上吃 早晨 早晨吃 但是就不用放盐 也不要放糖了是吧 不放糖不放盐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早 晚上吃的话 因为它比较滋腻 怕你引起食指 老年人消化功能比较弱 所以我们说 最好你是早晨吃 那药茶类呢 药茶类的话应该用什么 对 毕竟包汤复杂一点 茶类其实我们一般要求 如果是高血压的病人 大家最好就是用菊花 枸杞子配绿茶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 如果你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是阴虚的 如果你养火比较抗盛的 所以大家用什么呀 就用沟藤 绝冥籽 我们叫草绝冥 草绝冥 配上绿茶 来泡茶喝 也可以 如果味道不好 可以加上三片山楂 可以酸酸的 这样喝 可以什么呀 治疗高血压 那如果菊花枸杞不放茶 就光是这两样来冲 可以吗 它对血压的作用 就低了 低了 因为我们的茶分酸 它可以降血脂 可以扩张血管 可以扩张血管 OK 那么一口气 五个重点关注冬天养生的 很关键的方法 是 大家学会之后 希望可以试一试 不过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 还是希望在中医的指导下进行 没错了 千万不要随便用药 因为效果凤分中可能相反的 好了 接下来 就到了我们健康大人看问题的时间 一起看片 为什么 做什么 你现在看什么呢 看 你看看你 吃得到 找东西抓起它 行不行 吃到这么吵架 坐桌子 坐滚上去 随便擦 不是 不行…不要看了 常常看,看着手机 看一看 平衣今年五十多岁 是一位高血疡患者 最近出現煩燥、頭暈等 陰虛火旺的症狀 你走開吧 怎麼不臭?陰虛火旺 我買點中藥給你調理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熊哥賣了左鮭丸和手烏片 給平衣食, 說可以降壓降火 這是手烏片, 這是左鮭丸 一天吃三次 慢著…我先看看 這些手烏片 人家衣白頭髮, 吃了會有黑髮 可不可以又說降壓又降火 可以降壓降火, 聞了腦中醫 來, 這邊有杯水, 吃吧 吃了不行, 要這麼吃的 太少得過, 沒錯 我拿這個煲手肉給你喝吧 你吃了就沒事了, 你就頭暈 請問左鮭丸和手烏片 可不可以降壓降火呢? 其實左鮭丸呢, 是一個很好的藥 大家都聽說過六味帝皇丸 是吧, 六味帝皇丸有三補, 有三瀉 但是呢, 在明代張景月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 滋陰不夠 所以他又加了三味藥 那叫左鮭丸是滋陰的 裡面就加了枸杞子了 加了枸杞子 所以他在用的時候, 滋陰力量强了 所以他是補陰的 那剛才短片當中, 用藥準不準確呢? 能不能降火? 沒有, 他這個用藥, 如果是個陰虛的話 其實已經足夠了 但是如果病人還煩躁不安 這個時候, 大家要用枝柏地化碗 或者用什麼呀 如果有頭暈眼花的話 就要用棋局地化碗 這樣就好一點 但是, 就怎麼說呢 就說, 在這提醒大家 自己不要想 當然了, 因為他是補陰 那我就用這種藥 怎麼辦呀 還是要經過醫生的諮詢 診斷以後, 去辨證用藥 也就是說他用準了一種藥 就是左鮭丸 但是那個手污片就是錯的 手污片也不錯 他也是補乾陰的 但是滋了陰, 沒有降火 那麼真的明白了 雖然是複雜的 不過我覺得平日生活中 我們如果在飲食中 可以攝取這種能量 或者可以處理 盡量少吃藥 對, 因為剛才聽了這麼多 如果真的用錯藥的話 真是後果可大可笑的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條影片 秋冬季節, 天氣開始寒冷 平衣認為用熱水浸腳可以驅寒 每天都用老薑浸腳 你在這裡搞錯了? 發動他的浸腳? 什麼事? 你看看你自己 血壓又高, 血脂又高 你看看, 全部拿起老薑 這樣會爆血管的 不是的, 我聽人說 長期浸腳好, 那就浸了 不是拿老薑浸, 你現在血壓這麼高 血脂這麼高不能, 就是要好自己浸 誰告訴你, 別了, 我繼續浸 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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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別了, 我想你, 別了 請問高血癌患者 可否用生薑浸腳呢? 泡腳呢, 是非常好的一個保健方法 尤其對高血壓, 或者微循環不好的病人 是非常有效的 他用生薑來泡腳,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因為生薑呢, 它可以去風三寒 通過用生薑以後, 泡腳以後 可以促進這個足部的血液循環 然後達到了全身的血液循環促進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叫什麼呀? 就溫, 可以通脈, 含, 可以凝脂 所以怎麼樣? 它是可以活血, 可以活血的 但是呢, 單通用生薑呢, 它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如果有高血壓的病人的話 那我們還是建議配上一些藥材 配上一些藥材 比如呢? 比如, 像烏竹魚 夏枯草 牛蜥 杜仲 槐花 菊花 這個呢, 各兩百克 然後呢, 你煎水 煎它, 煎它多少? 煎大概一盆吧 大概就是兩到三升 然後呢, 這個可以用三到五天的藥材 可以用三到五天 不是說你煎一次泡腳就完了 可以用三到五天 每天泡一次 就是翻肩, 翻肩 可以翻肩, 翻肩, 翻肩 那水溫要多熱才行 一般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希望大家就保持在37度, 38度 你的體溫就行了 但是到冬天的時候 溫度稍微高一點 但是不要超過43度 在42度就可以了 大概每次泡腳呢 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應該在30到40分鐘之間 因為泡腳太久了 也會引起疲勞 也會引起疲勞 可以每天泡一次 既可以降壓, 又可以安身 那我想請教一下您 就是高血壓患者 如果他們泡腳 有沒有一些什麼注意事項 一定要提醒他們 如果是二級以上的高血壓 就是我們血壓 你的舒張壓達到100 你的收縮壓達到180 如果這種情況下 就是大家不要去泡溫泉 在泡腳的時候 溫度不要過高 不要過高 好, 感謝李教授 也感謝三位嘉賓 冬季養生我們就講得多了 希望大家在今期的節目當中 可以學到一些 靈性不同的東西 好了, 我們今期的節目時間 就到這裡 很感謝你關注 健康百分, 健康, 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再見 近年來, 脂肪肝的發病率 在我國迅速上升 脂肪肝是怎樣形成的呢 它有什麼危害呢 中醫有什麼預防 和調理脂肪肝的好方法呢 下期的健康100分 我們將請來 廣州中醫藥大學副醫院 中醫內科副主任醫師 蛇細豐教授 跟我們講解相關自私 內容精彩, 歡迎收看